有请杨阳 哈喽哈喽 欢迎杨阳 来有请您先给大家再打一个招呼好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杨阳 今天特别开心能够来到活动现场和大家见面 我们都说了 其实今天这瓶香水 它其实是个白衬衫的味道啊 杨阳今天着的也是白衬衫 对对对 一如既往的和您非常的契合 谢谢 代言人就是不一样啊 那我们待会儿其实会跟杨阳做一个简短的采访 那我们这样 我们先有请另外的几位嘉宾 一起来共同做一个大的一个见证好吗 非常盛大的仪式马上就要开始 接下来让我们先有请 LVMH集团大中华区总裁Andro吴先生 宝格丽香芬全球销售总裁Mr.Alabeto先生 让您站中间 然后两位站您旁边 您在这边吧 嗯好 OK 然后我们还要邀请到的是宝格丽香芬亚太区的总经理Mr.FV先生 以及宝格丽香芬总经理蔡羽昂先生来到舞台当中 要为我们共同揭晓宝格丽大吉领茶寻觅之旅 那我们先请工作人员程上代表着新生的种子 好 Next we will give each one a seed after we calm down five seconds Please put the seeds into the seeds into the seeds into the hole OK So 我们每一位都拿到了这个种子了 好 我们一起再倒数五秒好不好 一起投入这个 象征着新生的一个装置 好吗 来 5 4 3 2 1 哇哦 埋下种子之后我们会看到 宝格丽大吉领茶香 淡香水从中缓缓升起 也焕发着无限的生机 期待着大吉领茶香运 带我们拨开云雾 共入自然之境啊 大家也可以看到 屏幕上正在播放一个video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video呢 正是由宝格丽的亚太地区的代言人 杨阳和刘文为我们带来的广告 传达了自然宁静平和和探寻 另外一个我的自由之境 OK Let's make a photo again Yeah 我们再拍一张照片 Let's make a photo please Please face to the camera 然后我们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杨阳要请留步一下了 好 那今天呢 代言人来到现场啊 我们要请杨阳先生 跟我们分享很多她的感受 首先呢 这瓶宝格丽大吉领茶的淡香水 我先问问看杨阳 你应该有经常喷吧 我今天喷的就是这个 大家有闻到吗 沉浸的气息啊 那您对这瓶香水的印象是怎样的 这碗香水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的味道非常的清新 然后呢 就是很适合马上到来的春夏嘛 然后我觉得很有春夏的一个氛围 其次呢 就是我觉得它是男女都可以使用的 然后是中性香中的一个天花板 哇 中性香 所以其实女生也可以拥有 对吗 因为女生也有很干净的西装啊 衬衣的时候 所以她是不挑性别的都可以分享 来自杨阳的推荐 那刚刚我们说到啊 这个大金领茶香 其实我们把它形容为白衬衫的味道 我们今天看到杨阳本人也是着了 白衬衫白西装 我觉得您看上去就行走的白衬衫 行走的白衬衫就杨阳 那么我们在广告里面看到的 也是着的这个白衬衫啊 那么这个广告片呢 去看上去非常的治愈 它的名字也叫做遇见另一个我 也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个广告拍摄的一个感受 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情 您的感觉是怎样的 首先我很喜欢广告的这个概念 然后呢 我记得那次我们是在浙江的一个山林中拍摄的 其实 如果大家看微博的话可以看到 其实那天我发了一张 发了几张照片 然后是穿着白衬衫 然后后面是在大衬衫的这样的一个照片 在微博上 然后因为平时的话 其实工作的关系可能会在 呃 现场 呃 影棚 带得比较多 然后这次其实 来到 来到一个山林中 然后和自 大自然有一个近距离的接触 我觉得 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放松 呃 然后也是一个非常治愈的一个旅程 所以 算是在这个治愈的旅程里面 遇见了另一个羊羊吗 可以这样吗 可以这么说 好 那我们再请您帮我们分享一下 遇见另一个我 您刚刚说了很多时候是在影棚里面啊 要做演员 那遇见另外一个我 您是怎么诠释呢 另外一个我是怎样的羊羊 呃 另一个我 不在工作的状态里 喜欢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比如说 呃 我觉得工作中的我 呃 因为我是个演员嘛 然后会挑战很多不同的一些角色会去演绎 然后我会 呃 用一些不同的状态 去演绎角色中那些不同的我 我觉得这是工作中的 那生活中的我可能会 全身心的放松下来 然后就像我们大吉林茶给人的这种放松和这种治愈感的氛围一样 然后这就是 呃 属于我的这种生活中的另一个我 我们今天看到的仿佛是生活中的羊羊对吧 是羊羊本人非常治愈和清晰美好的样子 好 那我们既然一直在喷这瓶香水哈 我们也想请羊羊帮我们分享一下 这瓶香水它的香调能详细的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吗 顺便给大家种种草 嗯 这碗香水 它的香调就像 它的名字一样 大吉林茶 然后它的主香调 是有大吉林茶在里面 然后其次呢 它是有这个 主基调是有这个摄香 非常的纯净 然后中间会有一些睡帘 给人闻上去会有一些清新的感觉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轻柔的这种木质 木质香在里面 我觉得你们也要把掌声送给代言人好吗 太专业了 前调后调中调 连基调都讲到了 对吧 其实是非常非常多的层次啊 那这么多的层次 可能大家不是都像羊羊那么记得住啊 那我们请羊羊 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词 咱们也说了很多遍 来形容这瓶香水 你最想形容的还是怎么样的 我觉得它就像我今天穿的衬衫一样 白衬衫 白衬衫一样 然后它是这种简单纯粹 然后经典又百搭 我觉得不管是在商务还是休闲中 都是都可以穿 是的都可以穿的白衬衫 也是我们最喜欢看到的一种 最沉浸和清新的状态啊 好的 我想没什么能难到它啊 必须加点提 那这样吧 因为我们宝格丽的香氛 世家其实有非常多不同的香水 那既然您对大吉林茶的淡香水 这么了解 我们再来请您推荐几款 根据不同场合 看看我们有什么可以运用的 可以吗 可以啊 可以啊 好 那这样我们先请工作员乘上 三款不同的香水 也给观众朋友们看一下 您看 对帮我们举着就行了 嗯 待会呢 我念出不同的场合 请杨阳老师 帮我们选择一瓶 好吗 来推荐给大家 OK 准备好了吗 接下来第一个场合呢 就是很像今天啊 晴空万里的天气 要和心爱的人约会 要拥抱时适合的香水 请问是哪一瓶 三瓶都适合吗 都适合 但是我觉得有一瓶是更适合的 嗯 对 就是这款 然后它是 涉香香精 纯香水 一个字都没错 对 然后这款香水呢 就是 呃 比较适合约会的时候 呃 去喷 然后它流香特别的持久 然后它的那个 它是有很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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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温暖的这种木质香在里面 然后我觉得 就像您和您的先生 去出去约会啊 嗯 就是可以 给喷上它 然后流香一整天 对 我说一个题外话 今天真的是我的结婚纪念日 对 所以我真的会喷上这瓶香水 三月六号 跟我的先生收工以后去约会 因为约会的时候 想跟人相拥 是需要这种纯纯的温暖的香气的 谢谢杨阳老师 太贴心了 好 那大家记住了啊 第二个场合来了 嗯 所谓呢 工作时候的男人 最帅 最有魅力 那当需要专注工作的时候 请问你会给大家推荐哪款香水 工作时候那一定是绿森林 男士香水了 然后这款香水呢 就是你只要深吸一口 就会感觉到你是在大自然中 工作都有劲了 对 你工作了那么久了 换新一下 就有新的生命力了 就像这个绿意一样 很有活力 然后很自然 嗯 对 真好 而且这瓶香水的颜值 也是很有森林的感觉啊 对 它的包装也非常好看 非常好看 充满了心意和绿意 很适合这个春夏 好 挑战第二个结束 最后一个好吗 第三个场合来了 第三个场合呢 就是 哎呀 我们连续上了七天班了 我好不容易迎来了一个休息日 我想要呢 找个咖啡店 或者是书店 我要独处 我要自己享受这个舒适的时光 您有什么推荐 我的推荐 大吉林茶淡香水 哇 为什么 然后这是非常适合 独处的一款香水 呃 之前它里 它里面的一些 呃 呃 一些成分 我都已经介绍了嘛 然后这款香水呢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给人感觉很 很治愈 然后也很放松 就是 会想自己待着 会想自己独处 对 哇 真好 就遇见另一个 我 有的时候我们在都市当中 很匆忙 很难会去跟自己对话 所以当自己独处的时候 喷上大吉林茶淡香水 你就会遇到另一个我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阳好吗 真的真的 好想跟您聊下去 但我知道 时间呢 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我们先 啊 这样我们先请代言人 再拍几张照片 好吗 来 把话筒收一下 对 把这里留给杨阳 我们先拍几张照片 来 大家也请准备好 你们的摄影机相机 就是行走了白衬衫 好的 谢谢 谢谢杨阳 谢谢 谢谢 我们下次见 谢谢您 谢谢您 好的 掌声送给杨阳好吗 谢谢 谢谢